那最后呢很快就是 我们可以看到德国 这个在台湾的这一方面的表态 最近也相对多一点点 可是呢我们又想到 萧茲去北京 那德国未来对于台海问题的表态 会怎么样呢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 一份德国联邦政府公布的 印太指导 这叫Indo Pacific Airlines 印太指导纲领 他的两年之后的这种追踪报告 在2000年9月 他公布印太指导纲领的时候 里面没有提到台湾 只有地图里面有台湾 但是2002年的时候呢 台湾出现了三次 但这个2000年的时候 它是一整本报告 2002年就各位看到画面上这一份 其实它就是一个短期的 就是大概9页还11页的一个报告 就比较短了 好重点他提到台湾在这里 就是说 德国联邦政府认为 台海只有透过和平方式 还有相互的协议 才能改变现状 那这一个到底意思是什么呢 当然了我看到民进党政府有些官员 拿这个很高兴 说这是德国已经在剑指北京 拿剑去指的北京 如果我觉得讲这句话 就剑指北京的话 他这剑可能是一把纸剑 因为这个话讲的不痛不痒 而且跟 说实在了 跟美国跟中国大陆 在1970年代 1980年初期 签了几个公报内容 其实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其实不用那么过于把它解释成这样子 反而是我们应该在想 就是我节目一开始讲的 我们现在在台湾 特别是执政党在讲抗中保台 那现在抗中保台 德国会不会帮忙 德国如果不帮忙 其实这对台湾来讲是一个很大的 一个恶伤 而且这抗中保台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我相信外国人 可能听起来 觉得就是你要抵抗中国的侵略 要保护台湾 对了 外国人通常他也不会去深究 你到底要做什么 而且外国人对台湾本来就不是那么熟悉 可是 各位可以看到在台湾 这些抗中保台 其实有些包括绿营的政治人物 都在质疑 包括像这时代力量的政治人物也在质疑说 抗中保台谁都会讲啊 那你民进党实际作为是什么 那另外一边呢 这边是 当然不是说这几位民进党人士在批评抗中保台 而是他们也是拿抗中保台 作为一个这个政治动员 政治宣传的口号 可是呢 赖翔卫教授呢 他就说 你不能只是骗书啊 都是随便讲一讲 你到底做了什么 然后每次把票骗去了 到底你真的是成功抵抗中国大陆 你成功的让台湾更安全了吗 这个我觉得 就有很多很多讨论的空间了 那更不用讲说 德国 他现在跟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关系 抗中保台所带来可能的后续效应 应该不是萧茲政府他们乐见 因为萧茲政府他也不希望台海动荡 我们看到前面那么多的经济数字 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台海发生战争 那德国的经贸是不是会受到影响 一定也会嘛 所以很多国家都认为说 最好呢 最好不要有这些 这个台海的动荡 他还不要紧张 那因为中国大陆的 这个庞大的综合实力 其实有不少国家 在他们正式的发言里面 他只说 譬如说讲这个 不希望有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不希望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那另外一句呢 他们常常讲是说 这个 譬如说对于台海的和平稳定 置为关切 或是非常重要 好 但各位再想一想 不希望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 问题是 谁在改变现状 很多人都说 那习近平啊 你看他军机这样飞来飞去的 八月初 还有绕台军演 好 就算这些是改变现状好了 但是我们把持续推回到2016年的5月 那又是谁 在掌握到台湾方面的执政权力之后 他抛弃了两岸过去政治对话的基础 也就是九二共识 他又不提出新的基础 等于就是过河拆桥了 拆了之后就不见桥了 然后呢 两岸过去 可以至少表现出 某种程度的和平繁荣 现在都没有了 那么2016年的5月 是谁执政 然后改变了台海的现状 所以像这些啊 这个因外国一句俗言叫做 要两个人才能跳tango啊 It takes two to tango 其实改变现状啊 这个很难讲说到底谁开了第一枪 可是呢 确实改变现状的 我相信不是只有北京当局 台北这边2016年5月 他就已经改变了两岸政治互动的现状 好 所以我的解释是这样 当各方都说 不乐见或是希望没有台湾 台海没有任何一方片面改变现状的时候 不要觉得他都是在指北京 当然他是希望 不要武力统一台湾 不要发生这种事情 但是难道他们不是希望说 台湾不要进行什么法理台独啊 或者事实上的缓步渐进的台独呢 就让台海变得紧张 因为这也是片面的改变现状啊 所以我觉得讲到这个改变现状的时候 真的要想到到底是 谁改变现状 其实我觉得台海两岸都有责任 甚至还有人说美国也有责任 他们说你看川普上来的时候 特别到他这个在任的第二年开始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战科技战 然后他下面的官员呢 就拿台湾当作刺激中国大陆的一个工具 有些人这样讲 那是不是符合事实呢 我还必须说 有些还真的符合事实 那美国有没有改变台海的现状 这个当然见仁见智啊 但是至少我觉得可能 It takes two to tango 就是要两个人才跳tango啊 我觉得在台海这边 可能要稍微改一下了 要说要三个人啊 他们都要一起有动作才能跳舞 三个人才能跳舞啦 就三方啊 大概这个互动都会影响到其他两方 这是很明显的 那这个抗中保台这件事呢 美国的态度又怎么样呢 德国我想大概肖子不会 有任何赞成的意思 而且他如果真的知道 有所谓的抗中保台 这样的一个台湾的口号 尤其是台湾的执政党提出的话 那我想肖子应该会心里觉得说 天啊你不要再来添乱好不好 美国会怎么看呢 我们很快的看一下 我觉得美国当然没有针对 抗中保台提出任何的评论 但是呢就从最近这半年来 各位可以看到最近这半年来啊 这个如果我们用了最近流行的话 这个叫做美中之间的护栏 Godreels 美中之间的护栏 让两方的关系不至于出轨 所以你看到没有 从这边开始 从这个中共中央最高的 这个外事主管官员 然后到国务院的副总理 负责财政的 然后到外事的 然后还有像拜席通话 然后王毅跟布林肯又通话 然后王毅跟布林肯就在前几天 他们又通了电话 好像通了一个半小时左右 他们讲什么呢 我们当然不得而知 但是这么密集的通话 特别是在美国一直释放说 希望能够在今年的11月中旬 习近平跟拜登可以在东南亚的国际会议见面 所以你可以想象嘛 抗中保台这四个字 美国现在敢不敢支持 至少表面上美国一定不敢 因为他也必须希望中国大陆 能够同意在11月的时候 有所谓的拜席会 而且是面对面的会议 所以这么多的这个所谓 美中之间的护栏 看得出来就是说 他们希望管控风险啊 但是我们这边抗中保台拼命的推下去 特别是遇到九合一的地方选举 各位九合一地方选举完 马上进入到总统选举模式 那这种这种时候 一直讲抗中保台 但是呢又没有适当的相应的作为 那是很麻烦的事情 所以风险会越来越巨大 所以包括像我们讲的 台湾是不要增加国防预算 要买什么样的武器 甚至最近提到的所谓国土防卫队 这些对台湾有没有帮助 还是他只会搅乱两岸的关系 因为对台湾如果没有帮助 你又去搅乱两岸关系 那根本就是自私一分 而且等于在帮台湾的倒忙 这些东西我觉得 这个时间的关系 我们没有办法继续的讲 但是台湾如果又打不了胜仗 又无法求和 又不去谈判 然后呢又没有办法 离开台海这个区域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岛 那怎么办呢 台湾的风险只会越来越大 未经许可iólog 里面 few Masiji 到场 里面 avo